莲花楼迎来大结局,作为一部武侠悬疑古装剧,这部剧自开播到收官收获了相当高的热度,停介精彩的剧情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,想来停分不会低。 随着电视剧收官,我发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,三个男主角居然都没有火起来,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。 要说一点热度没有,那也不正确,但要说他们很火,可一个都没有出圈。 肯定有网友说,难道还不够火了?追剧的观众这么多,大家都认识他们了,还要怎么火? 其实一个演员火不火,不需要用数据来衡量,我们是能感觉到的。 这么说吧,只有陈情令播出期间,肖战、王一博那样的热度,才能叫火。 所以跟肖战、王一博相比,莲花楼的三个男主角程毅、曾顺希、肖顺瑶一个都没有火,这就是现实。 那么,莲花楼这部剧火了,三个男主角却没有火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我认为,三人的形象不占优势,过于重规重矩,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。 先说我最熟悉的曾顺希,主要是因为他之前演过金庸男主张无忌,而我又是金庸迷,自然会关注到他。 可以想象,连金庸武侠剧都没有捧红曾顺希,更不用说莲花楼了。 论热度,曾顺希主演的《新一天屠龙记》可不逊于莲花楼。 曾顺希给我的感觉就是能演男主角,当演不了大男主。 我不想去搜曾顺希的身高是多少,他给人的感觉就不高,而且稍显稚嫩,颇有几分秀气,总之就是没有大男主的命。 然后是成义,很早之前就听过他的名字,大概也知道他演过一些主角,但一直不知道他这个人长什么样子,这就说明他的知名度还没有彻底打开。 这次主演《莲花楼》,成义的知名度又提高了,可终究没有大红大紫,原因跟曾顺希十分相似,形象过于清秀,一看就没有大男主的命,但成义各方面的条件似乎要好于曾顺希。 至于肖顺瑶,论知名度,他跟曾顺希和成义相比,差了一大截。 身高方面有优势,可惜长了一张反派脸,不是说他的形象不占优势,而是他这样的形象,很难活起来。 现在,你该知道,《莲花楼》的三个男主角为什么活不起来了吧,说来说去跟演技没有关系,还是形象过于重规重矩,很难给大多数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